Hello 大家好 我是雷永轩柔 那今天这期影片呢 我们来解决一下很多朋友这个失眠 还有就是夜里睡不好的这个问题啊 那通过今天这期影片 我相信我们屏幕前的很多朋友 凡是有这个问题的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改善 所以我来说如果是晚上啊 我们好多朋友这个困扰自己多年的这种失眠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身上啊 找几个穴位啊 非常灵的这个穴位 然后只要我们揉一揉 然后并不是这个一下就见效啊 需要我们这个坚持坚持个一段时间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之后啊 每天我们只要揉个三五分钟 都会这个起到很大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耳后的一个叫安眠穴啊 你听这个穴位 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就是说你只要找到这个安眠穴 就在我们的这个耳后啊 只要你一按揉 差不多揉个三五分钟 你就别说过一两个礼拜 就当时那个时候你只要揉完 很快这个心情啊 就可以很快的这个平复下来啊 很容易就进入这种啊 这个精神啊 非常平缓 就想开始想要躺下睡觉的这种 感觉这个状态就来了 那这个安眠穴怎么找呢 我跟大家画一下啊 好 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人啊 鼻子 我是画的 就这么个意思啊 这个咱没受过这个专业的训练 对吧 这是个人 这是脖子 对吧 鼻子这是眉毛的眼睛啊 然后这是头发 对吧 头发 嗯 耳朵 对吧 耳朵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位置呢 就在耳朵的 这个后面 就在这个位置啊 靠发际线很近 所以大家呢 可以摸一摸这个位置啊 就是耳后 这个位置 靠近发际线的这个位置 然后揉一揉 靠近耳根这个位置 然后揉一揉 左右耳朵 都各揉 各揉个三五分钟 很快慢慢你就 平静下来了 这是一个啊 这个是 安眠穴 然后我们再来说 第二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穴位啊 这个是一个 也是在头上 这是一个正脸 哎 小脸啊 这个穴位呢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硬塘穴 我们的这个硬塘 我们硬塘 只要我们一按啊 它就让我们的这个头脑啊 让我们头脑非常容易平静下来 思绪啊 之前思绪飞扬 脑子里想的全是事情 对吧 我们揉一揉 按揉一下 我们的这个硬塘 哎 这个思绪就平静下来了啊 之前受到过什么惊吓 很容易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平复啊 所以按一下这个硬塘穴 也是按个三五分钟 好 那接下来这个穴位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还是在头上啊 是在我们的头的后部 哎呦 这个画得就是像外星人了啊 这个就是头发 这是我们的头发 头发啊 头发 大锥啊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大锥 大锥 那大锥在哪呢 我们知道我们后边有个基柱 对吧 这是脖子 脖子后边 就是靠跟我们的肩膀 跟我们的肩膀交接的地方 就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摸到有一个骨头的一个凸起 好多朋友啊 这个长期受寒啊 湿气进入 寒气进入之后啊 甚至这个地方啊 都裹了一个大包 这个地方都一个 这个肉啊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大包 有一些朋友可以摸 长期有失眠困扰的朋友 可以摸一摸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包啊 那这个大包一旦形成之后 就阻碍了这个气血的上行 阻碍了这个大脑气血的这个接收 所以有的朋友经常还会这个 犯有这个头疼的毛病 所以这个大锥穴 又是我们六条阳经交汇的地方啊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 也揉一揉啊 我摸到这个脖子后面 跟这个肩 跟下面交接的 跟这个肩背交接的 那个地方有一个骨头的这个凸起 就是这个位置啊 我们这个揉一揉 揉个差不多三五分钟 然后揉之前记得 我们手一定要确保是热的啊 千万不要一个大冰手揉上去 本来那个寒气就重 你在一个大冰手一揉 更重了 对吧 所以首先把我们的手要泡热 泡热了之后揉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 就是我们用吹风机啊 吹风机的这个风呢 不要太热 也不要太猛 就差不多开个中档 然后那个热度呢 也开个这个中档 然后吹一吹 慢慢的吹一吹 吹个三五分钟 很快这个地方寒气一散啊 慢慢你这个地方一热啊 气血一通畅啊 慢慢你的整个的心情啊 也会得到很好的这个平复啊 很容易也可以起到一个 这个入睡的这个效果 是大嘴血 那还有一个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啊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说这个手的之前 再说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临睡前泡泡脚啊 泡泡脚 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气血啊 这样运转起来 也可以起到一个安神 让自己这个安神宁心 这么一个作用 那下一个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啊 我们画一个手 这是大拇手指头 这是 这个是小指 好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这个手呢 这是我们的内侧 这个是我们的内侧啊 那这个是内侧 那内侧这个横 这个内侧横纹这个位置 就靠近小指的这个地方 你看内侧啊 手掌里面 靠近小指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神门穴 神门穴 那长期失眠的这个朋友呢 如果你按上去之后 这个穴会有点酸脏的 这种疼痛感啊 只要你这么一揉 就酸酸的脏脏的这个感觉 你就揉 差不多揉个三五分钟 也是左右手一起揉啊 先揉完左手 或者先游完这个右手 然后再揉 揉这个左手 就这样揉 揉个三五分钟 我记得揉之前确保另外 这个揉的那个手是热的 你可以用热水烫烫手 然后揉 揉个三五分钟 所有这些呢 这个穴位就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所有这些呢 就差不多 只要是我刚才说的 所有的这个穴位 我们坚持每天 临睡前 揉个三五分钟 我们坚持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之后 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睡眠啊 就会很容易的这个进入睡眠 那并且 前面我说的那几个穴位啊 就是在我们刚刚揉完之后 就在当天就会起到一些效果 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大家都把它记下来啊 并且如果你身边有这种朋友啊 家人啊 有这种长期失眠的这个问题 都可以把这期影片分享给他们 好 那么说完了 这是前期的啊 就是在睡之前 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有的朋友是前期睡眠 睡觉没问题 对吧 但是睡到一半 睡到中间 睡到一两点钟 哎 咔 醒了 醒了之后就翻来覆去 然后很难入睡 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中医啊 把我们整个人身体啊 分为12个经络 就是它这个12经络 然后又分布在这个12个时辰 所以每到了一个时辰 然后某一个这个经络啊 就到了它的最最强 最这个旺盛的 这个运行的这个时间 所以有的朋友 你像在1点到3点之间 如果醒来的话 那个刚刚好 这个这个运行啊 整个的经络是运行到这个肝经啊 就是肝经最旺盛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 这个脏腑里头的这个肝脏啊 也是最为强盛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肝经啊 存在一些内部存在一些病邪啊 存在一些邪气 那这个时候整个里面的这个 就是这个肝经里边 就就开始跟这个邪气做斗争 这一斗争 哎 就把我们给折腾醒了 那还有一些朋友 就整个的这个肝经 它不通上 里面太多的这些啊 太多的这些淤堵啊 负面的一些一些东西啊 所以到这个时候 它也是它不通畅 然后就把我们折腾醒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就说在肝经上面啊 这肝经其他 这肝经虽然很多穴位 但是我们 这个不用管它 在肝经上面呢 它有两个非常容易淤堵的这个穴位 只要我们找到这两个穴位 然后我们来每天来按一按 揉一揉 差不多也是一两个礼拜之后 就会起到这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差不多 你只要一两点钟 啊 这个时间段 就一点到三点之间 有醒来的这个朋友 只要你按揉这两个穴位 就会得到很好的这个改善 那这个穴位在哪 首先第一个穴位 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腿的内侧 我画一个大腿 你看这个是大腿啊 是膝盖 大腿啊 这膝盖 这是小腿 对吧 小腿都是脚丫子 就这么个意思啊 好 那这个位置在哪呢 我们找到这个膝盖 这个地方是膝盖 然后我们找到大腿的中线 就差不多大腿内侧 大腿内侧 我们有一个这个中线 只要我们找到中线 然后跟这个膝盖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连接啊 就是这个地方画一个连接 然后差不多就在这个中线 这个位置 就是靠近膝盖的这个位置 就在这 那有长期 到这个时间就醒来的朋友 当你按到这个穴位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非常酸胀脏痛的这个感觉 只要你按上去就是酸胀脏痛 那你就按对了 你可以周围都按一个按 都摸一摸 反正就在你取这个中线就好了 然后就在大概的这个位置 然后你摸一摸 只要痛你就揉 你揉个三五分钟 左右腿都揉 还是揉之前记住啊 手一定是热的 你就揉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阴包穴 就是阴包穴 就整个肝筋里头 最容易淤堵的一个穴位 那肝筋这个穴位 另外第二个穴位 在哪呢 好 我需要这个再画一次 那第二个穴位 是在我们的这个脚上 再画一个脚 然后 这个脚 好 小指 大指 好 这是大脚指 大脚指跟二脚指的 之间 这个指缝这个地方 指缝这个地方 往上一些 差不多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只要大家去按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脚背上 就是在这个脚背的上面 就是大指跟二指的 这个交叉的往上 往上一些这个位置 你去揉 这个地方就是太充穴 太充穴呢 也是我们整个肝筋 非常容易这个淤堵的地方 但是有的朋友呢 他揉上去之后 有的朋友揉上去 就会很疼 你就揉就好了 但是有的朋友揉上去之后 他不疼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阴包穴 那个地方堵得太厉害了 你还没有把那个地方打通 所以这个地方 你还没有疼痛感 所以差不多 你等一个多礼拜之后 你把那个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大腿上的 那个阴包穴 给打通了之后 你再回来按这个太充穴 你就会感觉到 明显的这个 脏痛 酸痛的这个感觉了 所以一个一个的打通 所以这两个穴 就是肝基因上面的 这两个主要的穴位 只要我们 差不多每天 也是揉个三五分钟 左右脚 左右腿 各揉三五分钟 然后坚持一两个礼拜 这个夜里一到三点钟 醒来的这个问题 就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还有的朋友 它是三点到五点 这个时候 然后突然就醒了 醒了之后 然后就 哎呀 这个感觉很难受 然后有的可能是咳嗽 有的可能是皮肤 这个骚痒 痒痒 有的是这个起疹子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是因为 三到五点 是运行到了肺筋 我们知道肺又煮皮肤 所以有的朋友 可能这个肺活比较旺 肺活比较旺 它就咳嗽 还有肺里 它整个的这个 这个 整个的这个肺筋不通畅 对吧 里边预读了很多的 这些湿气 这些寒气 所以造成这个 皮肤上的这个 这个骚痒 有好多朋友 这个湿疹的问题 夜里有起这个 这个疹子 皮肤痒痒的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就在这个肺筋上 找这个问题 然后到了这个时间 三到五点钟 就自动的就醒了 对吧 那肺筋上面呢 有两个穴位 也是两个穴位 我们只要 找到这两个穴位 每天来揉一揉 就可以了 那这两个穴位 在哪 在我们这个胳膊上 然后我们来画 这个是上臂 这是小臂 这是小臂 这是手 对吧 这个地方是手 然后我们小臂的哪里呢 我们小臂靠近 我们大膜手指的这一侧 这叫这个外侧 沿着我们的外侧 这个 从手肘这个地方为线 从我们这个 中间这个地方为线 你看这个地方是手肘 对吧 中间这个地方 我们画一条横线 然后 这个地方是 大膜手指 对吧 大膜手指 我们沿着这个 大膜手指 这一条线这样过来 然后到我们手腕的这个位置 画一条线 好 那我们中间这个地方 一条线 手腕这个地方 画一条线 好 我们找到中间点 中间点就在这 对吧 那中间点偏上一点点 这个地方 有一个穴位 这个地方就是孔罪穴 这个孔罪穴 也是我们左右手 左右手 左边右边左右臂 这个位置 我们每天也是暗揉个三五分钟 好 那接下来呢 再下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鱼记穴 画得不好 就是我们的鱼记穴 好 这鱼记穴 就是在我们的手的内侧 手的内侧 你看这个地方 像个鱼一样 对吧 我们找到这个位置 那差不多就在 这个靠近我们的大摩手指的指根 还有整个手掌的 这个下角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找一个点 然后大家按上去 也是有酸痛 酸脏的这个感觉 那有的朋友 按上去之后 这个地方也是没什么感觉 那是因为我们刚才 这个孔罪穴没有打通 只要我们把这个孔罪穴 打通 之后我们再来按这个鱼记穴 你就会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个 酸痛脏痛的这个感觉就有了 所以这个也是左右手左右臂 让我们确保我们的手是热的 每天差不多三到五分钟 这样揉一揉 按一按 或者我们整个沿着我们的这个小臂啊 这样敲一敲也可以 这样敲一敲 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叫 宁失其血 物失其筋 因为整个的这个就是肺筋的这个 这个走势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沿着它这样拍一拍 拍一拍 拍一拍 左边拍一拍 右边拍一拍 左边拍一拍 右边 就这样拍一拍 拍个三五分钟 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这样敲一敲也可以 你看 敲一敲 你敲的整个的过程中 哪个点感觉疼 你就知道哪个地方 它是有预堵 你就在哪个地方这样揉一揉 之后慢慢就会你整个你三到五点 这个起床的这个问题 醒来的这个问题 就会得到这个很好的改善 所以大家所有的 刚才我说的这些穴位啊 只要大家差不多 早晨起来啊 或者晚上临睡之前 就来按一按 敲一敲 拍一拍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追血 来用这个吹风机来吹一吹 还有就是泡泡脚 很多朋友的这个夜里 这个睡不好 失眠的这个问题啊 就都很容易就解决了 那好了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并点击小铃铛 那你不会错过 之后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说自己的感想和心得 便记得把这期影片呢 发布置出去 让更多人可以获益 同时记得会去看我之前的其他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